圣经都读不懂吗 欢迎收看清晨甘露 让刘伟茂牧师来为你解答 早安 弟兄姐妹感谢主 打开圣经 我们就可以得到数天的智慧 耶利你说 我得到你的话就当食物吃 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每天吃点每天吃点 你就会看见 你就会越来越强壮 同样如果一个人不吃神的话 你看见他 慢慢慢慢 他的生命就发生了问题 我们今天我们要读 贴萨恩家后书 我们要读第一章 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 我们读到十二节 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正是主叫你 要在他圣徒身上的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 显为息息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 你们也信了 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 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 又用大门成就 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 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都照着我们的神 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那弟兄姐妹 这个导读本 这一次 这个帖上人家前后书 是我很多年前写的 那我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三个东西 那这个导读本 希望你们也开始自己 好好地去读他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我要讲到的是保罗的祷告 保罗的祷告是何等的伟大 他三个祷告 第一个是提到 他说愿你们看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 佩德 佩德过所谋的草 所以弟兄姐妹 第一件事情你们要知道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人到底是为神而活 他们就照着这个世界的样式 他们就去追寻他 结果是什么呢 劳苦愁烦专业成功 那尼西米就不是这样 他的人一生活泼而乐器 为什么因为他是有呼召呢 那这个尼西米记就讲到 他的呼召是什么 就是要来完成 这个耶路上人要把他修造完成 那结果当然 所以他第一章听见 耶路上人城墙破裂 然后城门被火焚烧 他就坐下来痛哭泣 在神的面前祷告禁食 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呼召在他的里面 那弟兄姐妹这个呼召使我们能够配得过 而不会辜负神对我们的呼召 这是一定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配得过的意思 就是就完成神在我们身边当做的工作 那也许你说说 那牧师我也搞不清楚 那弟兄姐妹你只要进入教会 跟着教会 当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是跟着谁呢 是跟着有异乡的人在一起 你一定要跟有异乡的人在一起 那弟兄姐妹教会 神把教会整个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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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付给牧师 那牧师要做什么 就是带领弟兄姐妹进入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就是建造神荣耀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一举一动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着上帝那个荣耀的教会的计划 那所以 为了我们可能比别人要多走一里路 我们要服侍 像现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幸福相组 我们不但要这个一个礼拜 要这个幸福相组 还要我们还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母相组 所以我们的细胞相组 那可能 这八个礼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礼拜二还要再来 再来参加 领业的训练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斗权 不是打空气 我们是为了一个荣耀的计划 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成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配得过 神对我们的呼召 神对我们的呼召 那第一个 弟兄姐妹 把我 再告诉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 第二个 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生 那弟兄姐妹 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用大能的成就 一切 我们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那就是 我们会充满的能力 来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们听见 这个幸福相组的 参与的同工 他们就看见他们的神奇启示 随着他们 那很多的人 因着他们 很多的辈子的来到他们的中间 他们的生命就被翻转 那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很稀奇 只是一个邀请 只是想到他 就这个人就打电话来了 那就有这么这么奇妙的事情 就是发生在他们的中间 那然后邀他 他们就 这一口就答应 我就来 虽然前两个礼拜 都有事情没有办法 他说第三个礼拜 他一定会来参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这个有能力的人生 叫我们可以结出果子 就是我们做事情 不会突然 这个呼召 不会是突然的 我们一定会结出果子来的 结出果子来的 他说神会把伟大的能力 就是有能力的人生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有护照的人生 也是一个充满能力的人生 当我们这边去服事 我们看见 许多奇妙的事 就在你身上 你为他祷告 用一个恩典卡 来为他祷告 他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 弟兄姐妹 我们何德何能 我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弟兄姐妹 不是别的原因 乃是因为 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生 上帝借着这个呼召 把足够的装备 资源来赏赐给我们 第三个 不但是有能力的人生 也是一个有荣耀的人生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他说叫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的身上得荣耀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人生 叫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荣耀 弟兄姐妹 我们得荣耀的目的 是叫我们的神得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有一天 我们要成为撒地 成为绝书基督的荣耀 这是一个很何等奇妙 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我们不要讲 我们很难成为别人 看我们会成为他们的荣耀 那这样的人就不多 你知道 这个中国人强调的是光中药主 如果壮眼极地 那就是家门的荣耀 弟兄姐妹 我们也许你是像撞眼这种人才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 我们这么平凡 我们怎么能够成为 不要讲说上帝的荣耀 我们能不能成为我们父母的荣耀 都很难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每一个人就靠着绝书基督圣灵的大能 当我们活在这个有能力的人生当中 有护照的人生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结果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产为神的荣耀 那真是很稀奇 是不是 你看见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 我们就看见 我们每一个人真的 照圣经所说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解座 那虽然我们这么软弱 我们这么渺小 但是我们可以为上帝成就 为那种事情 家庭为我们的改变 而我们的家能够真正的改变 许多的人在我们的周遭 因为我们的缘故 他们的信仰就 他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信仰 他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 他们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 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健康 可以得到复苏 这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看见 我们这么微小的人 可是我们却可以做非常伟大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真的小人物也可以成就的伟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是我们的伟大 那是因为我们的神很伟大 弟兄姐妹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保罗在祂的祷告里面 祂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有枯燥的人生 我们是有能力的人生 我们也是一个有荣耀的人生 弟兄姐妹 我们成为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有一天 我们也看见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耶稣的荣耀就要分享给我们 我们也要进入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救恩 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有成就的事情 那所诗歌说 我亲眼看见你 不是 不是 不再是 风吻有你 一 因为你大能来触摸了我 我 这是他说 我拥有我生命的答案 那充满的信心 向前 可以向前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 成就伟大的信 成就心事 而每一天 他要叫做心事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今天 必是美好的一天 上帝祝福你 与你同在 阿们